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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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雷 雷雷 雷雷雷 差不多7點多 大概六點 六點左右 因為我們 我在宜蘭工作 所以我們是 上班兩天休息一天 六點多 六點到六點半左右 公司有一個福利政策 就是鼓勵生育這樣子 沒有 有 因為我本身是在離島工作 基本上我們一定是有公立幼稚園可以救毒 所以我們不需要像抽籤這種問題 沒有特別的福利 只有當初育兒津貼 沒有啊? 男生不太可能吧? 醫療基法是可以申請的 但實際上爸爸應該沒有在申請 因為我們老師請孕假 前半年是只有本鳳的六成星 沒有請孕假 是因為家裡需要收入 另外一個是可能請孕假之後 回去職場上會有好機的問題 如果有辦法增加公託的時間明兒 對我們來說是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是雙新家庭 所以變成小朋友都要脫育補助 但是補助我覺得其實有點少 但是我覺得在新門以外的地方 可能那種就是幼稚園部分真的是蠻 公立幼稚園真的蠻少的 對因為聽到蠻多朋友他們都要抽籤 兩分吧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工作 公司也提倡說我們盡量還是 就是早點下班嘛 八分吧 我覺得如果以整個金門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給到九分 有辦法請孕假 甚至因為需要照顧小孩而請假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要再更友善一點 因為我覺得五分好了 在附近的情緒去服務 我們台灣的企業能引導友善的嬰兒的環境 而政府真的去接觸現有的嬰兒的福利落實 那我們當然更期待這裏 可以發展多元的嬰兒特色 那把今天意外 然後從多的提升 或者是整個整個的經濟 勞動環境的改善 讓我們可以把他冷靜安心的 能去下一代 然後越生第二代 打造更善嬰兒環境 讓爸爸給孩子長大 打造更善